它的制定函数 一定要写在主程式的上方 第一个 你不能说写在下面 像VBA里面是没有差别啦 你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互相呼叫的到 VBA里面的Function可以放在Sub里面 可以啊 可以互相呼叫啊 Sub跟Function之间可以互相呼叫 没有问题啊 好 那在Python里面呢 就是像VBA是可以Sub去呼叫Function Function会有个Return值吗 Return一个就是Function一定会回传一个结果嘛 那你前面就有一个变数去接收 就可以接到那个结果 Function可以放Sub里面 可以可以 Function没有没有 比较少 对Function一般就Return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是这样啊 它实际上它就是定义一个制定函数 这个制定函数假设是要TES 所以呢到时候它输入一个东西之后 有没有 假设53好了 53 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就是在呼叫 所以呼叫这个Function就是打一个TES 然后把53带过去给它 它就会把这个53的值丢到这上面来 然后让它判断 预设值假如说False 不过我刚刚把它逻辑改成 我刚才改成True好了 不过这个到时候这可以再看 然后让它跑跑跑 跑完之后呢 如果它的结果 会是整除的话 这边有个Return True 就是能整除啦 然后就把那个结果给返还 Return回来就对了 反之的话呢 就是Return另外一个Return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要来改的话 你们待会可以拿那个 我刚刚上面这一段来做修改 因为我刚刚那个逻辑 我把它变更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直接拿这个程式来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比如说我们以刚刚那个直触判断的这一题 那我把它经紧我把它改回来 那如果说我要做一个DI 就是制定函数的话 一请你在上方 特别说一定是程式的上方 打一个DF 它其实打一个DF 它会自动出现 那名称你可以定义啦 比如说叫Tex 刮虎后面的话就是说 你要不要接受什么样的引数 OK 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个引数 比如说那个引数叫Plan 名称可以跟里面的变数名称一样没关系 另外的话呢 Enter 里面要不要Return结果 如果要的话你就打一个Return Return 如果有Return 它就会返还一个结果 比如说以这一题 我们是Return 一个Return 比如说一个Return 我们中间的部分的话 我这个地方就是让它程式去跑 那跑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一样 这个制定函数 它预设值好了 假的吧 我把那个逻辑 假设Return 改为 预设值为True 意思我 如果我呢 没有整除的话 它不会改成Fore True的话表示是直数 假设Return 因为这样比较好理解 那如果改成Fore 表示就不是一个直数 所以这个Return 是决定 它能不能被整除 如果被整除的话 那它就不是一个直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Fore回圈 搬到里面来 让它在这里面跑 特别说 然后并且要按Tab键 因为它不能跟DF同一阶 它必须下一阶 所以拉上来之后 按一个Tab 让它下一阶 那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在接层 在Python 非常强调那个 接层的概念 那最后的话 Return 这个Return的部分的话 一样 如果说今天 它 这个Return的话 把Return 结果这个Return Return一定是True或False 把它放这边 好 再来的话 最后 如果说我今天要 在这个上面已经写好了 制定函数 我们就已经写 特别说这个制定函数 第一个 它有引述 它可以传一些资料给它 第二个 它有返还值 Return一些东西 有点像VBA里面的Function 再来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 如果我要使用它的话 那我就直接 因为它返还 不外污 就True跟False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它在这边 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人家输入一个值 那我直接怎么样 把人家输入的那个值 丢给这个方权去处理 告诉我它是不是值数就好了 其他我不需要知道 那我怎么去丢资料 给这个判断值数的一个制定函 第一个 你就输入跟它一样 Test 小刮胡 然后呢 传什么东西给它呢 传一个人家输入的这个值给它 OK 所以人家输入 假设53 那它就把这个53丢给Test Test 就丢到这边来之后 再来预设值 Return 我预设值是True 那表示说预设值 它就是一个值数 但是什么情况 会变成不是值数 就是能整除 所以它跑跑跑跑跑 跑到已经 这个53嘛 都不能整除了 OK 所以它Return 一个什么 True回来 如果它Return 一个True回来的话 表示说呢 它是一个值数 所以特别之后 因为我逻辑变更 所以我把这个 这个Nut 把它放到下面 因为 它如果为True的时候 我刚刚因为改了逻辑 表示说 它是一个值数 然后它就会执行这个 它是一个值数 那如果我今天输入一个52的话 假设 我今天输入52 输入52之后 帮我转成一个INT 丢给它 它再丢给 这边52 52又丢给它了 OK 有没有 然后呢 它就跑跑跑跑 跑它从第二到第51 不过其实跑2的时候 假设这个是2的时候 那这个52 余数多少 余0 所以它会变更它 那所以它就Return Break了 它就把Force return回来 因为这边有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它Return 如果Return一个Force回来 它就执行Ls 所以就会执行这一行叙述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制定函数主要它的作用就是说 你可以专注在什么呢 这个底下逻辑 至于你上面东西 反正可能有的时候是分开写 有的人是专门写这些方选 有人是专门去使用这些方选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team里面 可以分工合作 反正你就专门去写方选 那我就专门使用方选 那我们来Run一下 最后写完 应该没问题 所以执行的话 假如说呢 我今天 输入53 然后它就丢给它 Enter 看一下结果够不够 没错 它是一个直数 如果输入52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直数 那当然呢 如果说我上个礼拜讲过 如果你实在还搞不懂 奇怪为什么这地方 你可以什么 射中断点 这边你可以射中断点 比如说哪些地方 你可能比较有问题 你再按一下这个凑重 然后呢 可以针对 你可能比较有问题的地方 怎么样 让它逐航去跑 OK 其实 有没有 它执行的 因为这边没中断点 所以我输入一个52 然后你可以Enter 它会接着继续 继续跑 跳到这边来 然后呢 因为我有射中断点 所以这边会有52 prong这边有52过来 true force下一个 你会发现 这地方呢 它能不能整除 这个因为呢 它能够整除 所以它会跳这边 目前呢 result的部分是true 对不对 它是一个booling 你可以看到result 它是一个booling 在下一行 它会直行这边 所以把它改过 这个时候呢 result就变false 那false之后的话 它会什么 break break会怎么样呢 跳离 并且return 返还这个结果 给下面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逻辑判断 它就会去执行下面的结果 它就是 它不是一个指数 最后再把结果 停止掉之后的话 切回到原来模式 OK 画面先帮你试一下 所以 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又增加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 那个逻辑判断的部分 就是 跟这样 那个 运算那个 是否为直数那部分 再加一个 制定函数的话 那就可以像我刚刚 改的方法一样 OK 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reval 第一个当然先打一个DEF DEF TES 比如说我名称叫TES 然后呢 再把什么 把那个 就是 人家输入的那个值 把它传给那个TES 然后它运算完之后 再把结果return给我就好了 好 这个部分的写法 其实就制定函数 请各位试一下哦